关系小超 现在这马上就要过大年了 你们小时候过年 有没有什么让你们难忘的事 有啊 而且特别多呀 不过你要是问我 最记忆犹新的 我觉得那还是要数写春联 因为我们家呀 从前春联都是我爷爷写 每到三十二把这个春联 粘到门上 就觉得哎 年味来了 这气氛一下就上了 是 要问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那可能就是每年的那个 年夜饭了 真的是群鹰会翠 好像所有好吃的想吃的 在那一天晚上都能吃上 这年夜饭的餐桌上 好吃的可太多了 看看这扎丸子赶紧尝尝 快 我还想起来我们家年夜饭 有一道硬菜 蒸肘子 肘子可是东北大菜 对呀 肘子一上桌就寓意着 这年夜饭要开息了 这我有话语权呢 我小时候最爱吃家里的肘子 一整个大肘子 大铁锅上这么一蒸 几个小时之后一开锅 哎呦 金光灿灿 香啊 闻着味儿了 香气四溢 这一入口啊 那肉汁是在嘴里面爆开 哎呦 你想让我这口水都会下来了 肉汁都流出来 肉汁流出来 给亮哥擦擦哈喇子啊 其实我还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我奶奶亲手包的那个 皮尔宝馅大的饺子 那叫一个香啊 我跟你说 这辽宁人这餐桌上 年夜饭的餐桌上 没了什么都不能没有这饺子 铁打的饺子 而且啊 除夕夜的饺子吃法还特别有讲究 吃什么讲究 不能都吃完 必须要留到初一早上 对对 为什么呀 有讲究吗 有讲究 这叫 新旧交铁 对 这年夜饭的讲究还有不少呢 考考你们啊 有没有数过这年夜饭的餐桌上 一共有多少道菜 这个还真没太细数 我光吃了 你说说吧 一般家家户户的年夜饭 都是十二道 为什么 这都寓意这一整年十二个月 都圆圆满满幸福团圆呀 你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讲究多了 你看我们这个年夜饭 这菜 用料 这全有讲究 怎么样 像是葱 蒜 是吧 生菜 芹菜 这全有讲究 你等一等啊 这个葱 姜 蒜 还有讲究 有啊 有啥讲究啊 你说说葱 有啥讲究 葱 聪明伶俐啊 哦 人算呢 算你 算是精打细算 那你再说说生菜 生菜你也是 生菜 生菜 生官发财呢 什么好玩呀 那你这么解释 我都会抢答了 这芹菜是不是就寓意着 勤勤恳恳 答对了 太冲凳了 这种冲绝都没想吃 被你闻出来了吗 吃了多少 哈哈哈